但這個小學生動手做研究就不是了 就是他自己去找資料 自己動手去做研究 所以他的印象是特別深刻的 不同的老師叫他去背書 背問答 反而我覺得動手做研究的話 學生的得益更多 傳統教學一般來說 都是老師講為主 以課本為中心 但變成對學生的引導性 或者令學生通過自己獲取知識 獲得後的勞固性更加明顯不同 但如果這個知識 是通過自己動手去找的 經過思索的 通過探究的 我相信第一方面 可以令到他找知識的能力提高了 另一方面 因為這個知識他自己找回來 他考證回來 相信他會記得更加深一點 更加勞一點 因為這次豆腐花令到我 有去探究精神 因為如果我不去探究 我也不知道豆腐花原來是這樣 我學會了 只要有探究精神 就可以得到很多 書本以外的課學知識 知道了怎樣做豆腐花 還知道了要自己去找答案 如果不找 靠書本也不太好 以前一向很多食物都沒有留意到 想不到他做的步驟是這麼複雜的 我們在學校的知識是由老師教我們 但這次是由我們自己動手去找的答案 其實小學生動手做研究這個計劃 是教育企青年局在2003學年開始推行 到現在為止 學校師生參與的研究報告已超過110多份 而報告的課題亦涉及有社會、文化、自然和物理等等不同的領域 而為了進一步推廣和分享小學生動手研究的成果 這個計劃每年都會舉行會報會 由這班小學生總結他們在過去一年的研究成果 我們搞小學生動手做研究這個計劃 目的就是不希望我們的老師只是單一的傳授 因為我們都知道隨著時代的發展 這個知識是迪生與義的 如果單靠我們的學生坐在課堂裏面 就是聽老師的說話或者就是看本書 那知識始終是有限的 如果是靠學生自己去親手去做個實驗 做個研究去上網裏拿資料的話 這種是給單單坐在這裏聽的話 是更加活潑的 所獲得的知識的面是更加寬闊的 參與這次計劃的幾位老師認為 經過這次的研究活動 不同學生的距離拉近了 同時亦都看到比傳統的課堂教學來得更好 教學上得到甚麼 我都覺得是會看到小朋友的 就是真的潛力 潛力方面 可能上課的時候 可以用正經上課 可能都會用很多活動的方法 或者活動教學法 或者其他的教學方法去看他們 但是始終沒有他們親手去試過做過 是這麼好的 知識來得是透徹些 還有鞏固些 比起課堂的比較傳統教學 應該是勝負很多 就是他的好的地方好很多 希望現在將這些研究精神 繼續這樣延續下去 我自己覺得師生的活動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平時上課 雖然我們進行了小班法教學 很多時候很多活動 但是只限於課室裏面 這次屬於戶外的 可以開闊學生的眼界 也提升了老師對這方面的 注意說 說的不要單單是課本裏面的內容 我們多點跟他聊天外面的世界 因為他都說不用他背文 他是一個參與的過程 以及找電腦、找資料 他跟書局找資料 都是很重要的 我的教學方法就是 我覺得要怎樣提高他們的學習動機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事實上這個計劃 有老師的指導 我覺得老師當他跟學生一起去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他會增加到對學生的了解 也都可以跟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 亦都大了 亦都有互動的作用 經過他跟學生互相互動的時候 他有些知識層面會擴闊了 而且他的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 都是多元化了 所以我始終覺得 教學相長對老師都有一定的幫助 其實在每個學年計劃開始的時候 教育系青年會會為有意參加這個計劃的老師 舉辦一個介紹會 講解怎樣開展動手做研究的計劃 而參加這個計劃的每間學校的老師 由設計研究的題目 至同學生一起動手研究完成整個計劃 都需要經過大半年的時間的準備和進行 聽下這班老師在這個計劃上面有些什麼的心得 選題方面又有些什麼特別呢 其實這個是小學生動手做研究 例如種子、水等 我們覺得在常識書裡 我們時時都有接觸到這個問題 但是福德子就是比較 在書本裡沒有的 比較少一點 我們就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過題 之前所資料就比較是 比較少沽躁 純粹是文字上的整理 都要帶他們來 因為他們不知道哪些是有用哪些是沒有用的 要跟他們說聽我們今次的目的是什麼 將沒有用的就要篩開去 拿些有用的再整理過 然後再處合之後 去做一個真正的動手做研究 因為範圍太散的時候 他們拿不到重心 因為他們是很難的 因為這間豆腐店可以在澳門來說 非常出名的 有幾十年的歷史 我其實由中學的時候已經開始光顧它了 到現在做事 其實帶一班學生去看看 原來我們澳門有一間歷史這麼悠久的豆腐店 其實我覺得做這個計劃的老師 我們不需要找什麼特別的專家學者 每一個老師都有他的能力 當然如果老師是支持這個計劃的話 首先他要先支持 他支持這個計劃的時候 他還有最好有一種 他自己有探究精神 他就更加好帶領他的學生去組織 以及指導學生去開展這個計劃